究竟是炎制行星亮还是气态行星更亮 无论是从视星等还是反照率来说 太阳系里最亮的当然要属地球的邻居金星 作为一颗行星 在我们的视野中 金星远比那些恒星还要亮 绝对算得上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虽然太阳系中最亮的行星是一颗炎制行星 但是太阳系外就不一定了 你能想象一个布满金属蒸汽云 周围下着太雨的世界是什么样吗 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 我们知道月光虽然叫月光 但这个光并不是月球本身发出的 而是反射的太阳光 同理行星也是一样 虽然月亮看上去很亮 但很大原因是它距离我们太近 而不是它的反光能力有多强 月球的反照率其实非常低 只有10%左右 太阳系八大行星里 反射能力最弱的 要属是和月球一样 也是缺少大气层的水星 反照率还不到9% 其他行星但凡有点大气层 反射能力都不算太差 像地球 它的反照率和那些气态行星差不多 都在30%左右 木星稍大一些 有50% 但是反照率最高的 还得说是金星 仰仗着浓厚的大气层 以及独有的硫酸云 金星的反照率能够达到76% 所以可以说 金星是除太阳和月亮外 天上最亮的天体 对于行星来说 要想成为最亮的仔 除了外表光纤以外 还必须得和恒星走得足够近 比如说金星 它不仅在反照率上碾压所有竞争对手 同时它和太阳的关系也处得十分火热 距离太阳只有0.72个天文单位 仅次于水星 所以太阳系外最亮的行星 它肯定距离宿主恒星也很近 2019年 天文学家在距离我们264光年的恒星 LTT-9779旁边 发现了一颗罕见的行星 LTT-9779b 通过灵日法分析 这颗行星十分明亮 反照率达到了80% 比金星还高 而且果不其然 它距离宿主恒星非常近 只有金星到太阳的四十二分之一 离光源这么近 反射能力还这么强 可想而知它得有多亮 这颗行星是一颗29倍地球质量 4.6倍地球半径的气态行星 鉴于这个个头和密度 它被划分为内海王星天体 该天体之所以说罕见 不是因为它的反照率高 也不是因为它是内海王星天体 已确认戏外行星里三分之一 都是这种内海王星天体 说它罕见是因为 作为一颗内海王星天体 它距离宿主恒星太近了 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通常情况下 在恒星旁边贴脸飞行的行星 要么是个头巨大的气态巨行星 比如热木星 要么是和地球差不多大的炎制行星 因为如果你不是前者那样的肉盾 那么你必将在很短时间内 比如一亿年里 就被恒星吃干拔净 最终只剩下个小小的固态核心 尤其是在面对年轻恒星时 更是如此 比如这颗行星的宿主恒星 它的个头和太阳差不多 也是颗寄星主旭星 但是相较于太阳这个稳重的 46亿岁的中年大叔来说 这颗恒星还只是个不到20亿岁的年轻小伙 当面对一颗辐射非常强的年轻恒星时 任何海王星大小的行星 想靠自身引力锁住外层大气 几乎不太可能 它的氢和氦 理应会被扒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个裸露的炎制核心才对 直接看这幅行星半径与轨道周期关系图 它的纵坐标是行星半径 横坐标是轨道周期 可以看出 在十分接近恒星的地方 那里基本都是些 一到两倍地球半径的行星 当距离稍远一点 大个子的气态巨行星 也可以稳定存在 而鉴于中间的类海王星天体 它们主要集中在更远的地方 在途中的三角区域内 很少发现类海王星天体 因此这个区域也被称为 海王星沙漠 然而今天说的这颗行星 也就是途中那个五角星 它便是海王星沙漠中 为数不多的典型个例 因为距离恒星非常近 它的公转轨道非常小 绕恒星一圈只需0.8天 也就是说 它上面的一年仅有19个小时 离恒星这么近 这颗行星的表面温度一定低不了 没错 它的平衡温度将近2000开 已经快赶得上红爱星的表面温度了 所以它也被称为超热海王星 那么问题来了 在如此极端的高温下 一个以氢害为主的小个子气态行星 它是怎么保住自己的大气层的呢 有科学家猜测 这颗行星原本可能是颗 木星大小的巨行星 后来它的大量物质被恒星剥离 于是只剩下了现在海王星大小的身躯 但是仅凭恒星风和高温烘烤 一个巨行星很难在短时间内流失这么多质量 所以这颗行星可能还经历了其他物质外流方式 比如洛西半溢出 这里的洛西半溢出主要指的就是 当气态巨行星过于靠近恒星时 比如进入了恒星的洛西极限内 在行星的潮汐力作用下 行星的外层气体膨胀到超出了行星自身的洛西半 从而导致行星物质大量流失的现象 如今这颗行星或许就是在恒星辐射导致的蒸发 以及潮汐力导致的洛西半溢出这两者的双重作用下 正在迈向巨行星想研制行星转变的过程 只是这个过程为什么会这么慢 人们一直想不通 2023年10月 一篇发表于《皇家天文学月报》上的文章中 研究人员通过XMM牛顿空间望远镜 观察了这颗行星宿主恒星的X射线情况 他们发现 这颗恒星实际上比我们预想的要温柔的多 它不仅有着异常缓慢的自转 同时它释放出的X射线 也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强 强度只有同龄人的115分之一 好嘛 本以为是个精神小伙 没想到竟是个柔弱书生 微弱的恒星辐射 或许就是这颗行星能够保持住大气的原因之一 那现在的问题是 作为一颗热海王星 它那80%的超高反照率该如何解释 太阳系里的气态行星 最多也只有木星那样50%的反照率 能具有这么高的反射能力 这颗行星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 它的大气层中说不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好在该行星离我们不算太远 只有264光年 借助具有红外能力的空间望远镜 我们可以通过透射光谱 来看看它的大气中到底有些什么 天文学家借助斯皮策 哈勃 韦伯这些望远镜 先后对这颗行星的大气进行了观测 果不其然 除了意料之中以氢氦为主的成分外 这里的大气具有异常高的金属含量 金属风度是太阳的几百倍 通过仔细分析光谱后 人们发现这里大气中的云 竟然是由硅酸岩组成的 硅酸岩说白了就是石头沙子玻璃这种东西 像地球这样的研制行星 基本就是由硅酸岩构成的 根据具体成分不同 硅酸岩的沸点一般在2000多度 玻璃的话甚至只要1000多度 考虑到这颗行星将近2000度的平衡温度 它上面有沙石的话还真能被蒸发 然而这还没完 除了这些硅酸岩外 科学家发现这些云中还含有金属钛 也就是说这颗行星的表面 竟然笼罩着一层钛沙云 难怪反射能力那么强 合着整个星球就是一面大镜子 我们可以想象下这里的环境 天上挂着一个硕大的火球 周围是一团团的金属蒸汽 当到了温度稍低的地方 这些厚重的金属云会凝结成雨滴落下 随后这些液态金属再次被高温蒸发 如此反复 好了总结一下 为什么这颗行星可以出现在海王星沙漠 1. 虽然它距离恒星很近 但它的宿主恒星X射线非常弱 恒星风并不强烈 2. 这颗行星大气的金属含量很高 这使得它的整个大气层变得非常沉重 很难被吹走 3. 金属云层导致的高反照率 可以抵挡大部分的恒星辐射 这也使得行星免于被过度烘烤 这些原因目前看起来还算合理 但是关于这颗超热海王星的谜团 只能算是被初步解开 未来微博望远镜可能还会对它进行更为详细的观测 希望届时能有更多的证据来帮助解开谜团